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复画笔工具和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它还有一些区别的 首先使用方法上面就不太一样 再有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雪橡栏也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修复画笔工具呢 它其实是下边的这个仿制图章工具的算是一个升级版本 它脸呢是非常相似的 你看这个雪橡栏几乎就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非常小 然后我们的这个修复画笔工具它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呢 当然也是去修复一下脸上或者说是皮肤上面的一些瑕疵的 痘痘也好 痘印也好 斑点也好 可以进行一个修复 然后我们来看如何去使用它 这里的话呢需要我们先去定义一个圆 定义一个仿制圆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想这一块有一个皮肤的瑕疵啊 我们想用这个周围的皮肤给它去修复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使用 然后你呢就一定要去找一块周围比较好一点的皮肤 好 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 当鼠标变成这种防治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啊 然后在这个皮肤比较好的地方去单击它 那么我们现在呢它就有了一个圆了 这个圆 这个圆 防治圆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去把这个目标这一块啊 就是它皮肤不太好的地方 你看鼠标左键单击 是不是给它修复上了 它可以根据皮肤周围的这些纹理啊 它的明暗 然后把修补的这一块东西融入到这个整体中啊 所以说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块 同样这里它还是有一个痘痘 对吧 我们还是按住out键去吸一下它周围的皮肤 然后鼠标左键单击补在这里 这个痘痘是不是就消失了 对吧 好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修复工具啊 修复画笔工具的一个使用 然后我们把这一部分给它修好 好 按住out键确定一个纺织圆 好 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啊 好 在这里 是不是就把这一块皮肤给它修掉 修好了 然后上面的话呢也是啊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缩小一点 按住out键确定一个纺织圆之后 把这一块进行一个修复 好 这就是修复画笔工具的一个使用啊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 然后呢我们像是修图的时候啊 用的就是对皮肤的一个修饰美化的话 用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掌握啊 要记住是按住out键 先确定纺织圆 然后再去修复啊 修复这个皮肤的这个瑕疵 好 今天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 同学们拜拜 拜拜 by bwd6